来到农历4月15天结座门月 由这一刻开始去到农历4月底即是西历5月22日 根据各下的上星或太阳星座 自身正体运势会怎样呢? 在我就住12星座专题去分析你们各自的自身正体运势之前 现在先做一个general for 全人类的星盘分析 听得明白我说什么 现在不是只说天杰座是全12星座 今次门月图的亮点就是月亮 在踏正ASC上星座踏正一正 还有它是去了天杰座 根据我的经验 理论上如果月亮去了摩蝶座又叫山羊座 这个位置是叫DETRIMENT 理论上其实是比月亮去天洁了 这个叫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实我不是好识 因为我以前读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读的 其实我是用法文读的 因为我的师傅是法国人 但其实也不是全部法文的 因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时候会英法夹杂 言歸正转 理论上其实月亮去天洁是一个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我想告诉大家 根据我塔尖暖蓝 看这么多星盘的经验 其实月亮去天洁是更坏的 然后看着月亮踏正一公投 ASC这条族 然后整个本第二个亮点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洁这么坏 还有木星去摩蝶座又叫山羊 也是坏的 因为整年那个位置都是这样的 这个不足为奇 然后其他全部的planet 其实我们都是叫Peregrine 即是游离 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一些很不够的地方 除了什么呢 除了土星 土星在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这个symbol 我觉得好像一个日文字 但其实我不懂日文 但有时候有些日文字 是不是看到这个类似的东西 好 除了土星在水平是一个强势 不过土星也就费易行 所以原来这个 伴随着这个满月 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还有我想说 伴随着这个满月 也不只是说来这十几日十五日的能量 其实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告诉你 这个是 其实满月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但是 我有时候做这些星座云势 我就给大家去简易一点名 简易法 我和你当去到这个农历月尾 但其实是说来到的大半年 好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时我们要看看火星 火星在容许道之中 四分锦 金牛这个游离的水星 和三分锦 在双子这个游离的金星 OK 再说一次 因为月亮在天蠍 这个一公投 原来 大半年 尤其是这十五天之内 OK 会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发生 OK 如果真的要比较热血 大家会很容易 先是口角 计而动武 很多这些冲突爆发出来 是的 由你去到最亲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OK 甚至去到什么 大家有没有看我最近 塔千段蓝星盘分析 你们找到Hashtag 最近那个我都说了 现在在世界上 未来在政治经济民生社会 都会爆发什么 我说了很多东西 包括战争 是的 包括战争 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未来是很crazy OK 冰黄星已经在疫痕当中 OK 还加上5月11月13日14日 OK 差不多是conservative的三日 11月13日14 即是差了12日 土、金、木、三星 相计都会疫痕 OK 然后木铭是沾在一起 即是木铭一起黏着翼 OK 然后土有夜、金有翼 OK 然后冰土也是双空征 两颗空征 是的 然后金木是两颗急征 是的 加上这些力量 是会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那当然 如果配合今次这个满月 尤其留意 来近些15日 但其实根本上 这大半年 都会发生很多 这些激烈的痘症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经刀的 这些暴力 OK 那大家麻烦 即是出街都要戴头盔 而且要一眼关心 不要常常在耳朵 在听歌 有什么好听 留意一下自己身边 發生什么事 OK 如果不是万一 我不觉得被人砍了 你也不知道 摩蠟座又叫山羊座 很奇怪 跟天蠟一样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天蠟今期 做了些 很 不是他们性格的事情 然后你们摩蠟 又是做了些 很 不是你们性格的事情 在今期 那是怎么样呢 那 各位摩蠟 你们做事 一向都是一板一眼 是不是 不是叫一板一眼 不是叫一板一眼 就是一步步慢慢来 有努力 是吧 是吧 真的 是吧 可不可以叫一板一眼 一板一眼不是这样形容的 是吧 Anyways 好 但是你们今期 竟然会无端端如何呢 竟然去玩即兴 是吧 有时候有些东西是 心血来潮 忽然之间有一个灵感 而且很随心 是吧 很 唯心主意 是吧 自己高兴的话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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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去哄到自己 欢心的话 就走去做 就走去想 那然后更 呃 即是更拼命的话 就会去propose 去给人 跟你一起去合作 类似的东西 例如什么呢 呃 打一个比喻 公司 是的 即场 那这个比喻 是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反差 那你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 对于所有的市场来说 那个事业永远是第一 对不对 所以做任何事业的东西 你们真的会很小心 不容许行差 踏错 但是今期呢 真的无端端 忽然之间 觉得有些东西是很paste到你们 你觉得很想做 他想去做这个project OK 那然后你想都没想过 是完全没有心思熟虑的那一部分 是完全 这个东西是非常不摩蕊的 可以告诉你们 那你就走去跟老闆说 喂老闆 忽然想到一样东西 我觉得挺好玩 那 你们会用这些很多很emotional的 terms 就说是 好玩啊 好正的 好好笑的 OK 好开心的 不如去试试做吧 那老闆都会打了个嘴 蛤 那这位下属平时你不是这样的 你的东西是有了千字文的proposal 你今期发生什么事 OK 那他会开始想 那 差点的话还会拒绝你的 OK 那这种即兴性呢 都可以引伸到你们在感情那里 OK 那 对于你们 就是一向是 摆在事业第一的market 那 就算追人呢 都会追得有个谱 是有了strategy 起码都有少少的把握 你们才会去 投资你们的精力时间去追人的 那但是今期呢 又是无端端呢 真的 那个心里面很兴起 真的有这些一见忠诚的闪电 不是闪电 不是闪电 是触电的感觉 那就无端端去聊去人聊天 那别人又会觉得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因为别人感觉到 这个不是你来的 明白吗 所以呢 对这些所有的 我们叫做proposal的事情 无论你是proposal的project 给老闆要去做 OK 或者你真的去追人 或者甚至跟别人去求婚 什么都好 这些全部这么即兴的事情 是去please自己的事情 很容易会遭致失败 除了原来是有吉日的 那要怎样才知道这个吉日呢 那就是三步谷 第一是like这个post 记住like这个post 还有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我就不想见到蓝色的手指公 我就想见到红色的心心 这个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就是comment 很光明正大 很公开地去问 我想知道吉日是什么时候 或者一些其他 比较direct的问题 就不要跟我say hi 然后第三步 我就会去pm 究竟这个吉日是什么时候 才能够容易些 令到你们避免 去被人拒绝这个状况 或者被人去猜度你们 因为真的做一些 不符合你们性格的东西 其实是会令人有点心防的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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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